在這裡開車就是風景悲歡好快 對啊 我們現在在三個五天 然後我們現在在大草園上 好那我們現在開到歐馬路了 開了三個多小時 你看那個就是啊 在遠方那個黑黑白白的啊 我看一下 可是有些遠耶 你看Pangry Crossing Slope 你看這個超可愛的 我們現在呢 好我們現在呢繼續往前開 到了這個路的鏡頭 這個路的鏡頭呢就是這邊 歐馬路路Pangry Cloning 然後我們車子就停在外面 然後這樣走進來 這邊呢就是一個看台 那如果說要付費的話呢 可以從那邊走進去 那邊的房子呢是一個付費的區域 在那邊的付費區域呢 就可以看到你 好近喔 好近喔 它到底哪裡有小藍氣流 那你在家裡 在家裡 我現在看汽油就變得看海報 剛剛我們現在進去看看他們這個 看汽油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他們這個 看汽油的地方 嗯 哇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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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個就是我們看的那個碼頭 要到晚上 對 晚一點 現在現在在等 對現在在等 這個好可愛喔 手動一下 我聽到什麼聲音 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企鵝保育中心的旁邊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小紅房子的對面這裡 然後我們在這裡有一個椅子這邊坐一下 因為這個小藍氣兒 它是晚上才會龜潮 才會出現在岸邊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等 然後這個草地上 我會看到好像是 小大便的東西 又可能是企鵝的大便 圓圓的 拍給你們看 這個 這個 看起來是 小小的大便圓形的 好 然後那邊就是海邊 企鵝可能 回潮的時候會經過這條路線 那我們現在走過去海邊那邊看看 剛我們在企鵝的保育研究中心那邊 有看到企鵝腳印的長相 這個就是企鵝腳印的樣子耶 好 那我們就在這裡 跟潭龜潮 那小藍企鵝的白天呢 我們就是會去海裡面抓魚啊 所以然後他晚上就會回來 那個潮穴啦 我們現在就是 有一些人在這裡等 不知道 他會從哪裡出來 旁邊那個像是導覽人員的 他說他會從 任何一個地方出來 然後現在這裡 現在可以聽到一個聲音 就是企鵝在叫的聲音 但是現在拍不清楚 所以我會看著 我們剛剛在那邊看到很多企鵝 然後企鵝他都會在沿岸上跳跳跳跳轉來 他還滑倒 他還會過河路 他就這樣子看著看著看著 阿特的很久在過馬路 阿特就是在過馬路的另外一邊 他就會轉進樹叢裡面 然後就消失了 那要記得來這邊 看漆兒的話呢 拍照或者是錄影 human 都不要開閃光燈 不然會笑到他就遠遠的看這樣 然後就安靜 然後都不要動 因為他會去看人的影子 如果他說 他發現人的影子有動 他就會不動了這樣子 對 不然就是要像沒事一樣走過去這樣子 他就比較不會害怕 對 還是就是我們就靜靜的在旁邊看就好 然後不要打擾到他們正常的作息 對 很可愛 對 然後就小小聲的 不能太吵鬧這樣 好 去找東西吃吧 好 走吧 九點半 好 我們現在看完小奇了 來到我們住的這一間 對 一間叫做Omaru Baypack 對 然後他也是用密碼進來的 嗯 走 在紐線的這裡大部分人都是他會給你口 然後你就要口 來 Tewit 好 那怎麼辦 我們住的這個也太紐西蘭的住家了吧 對 對 這樣 看起來是沒有電梯 拿下去 拿下去 然後我們住的這個B&B也是沒有電梯的 所以 讓大家搬行李下來 小聲 嘿嘿 小聲 我們的房間就是這樣子有一個雙人床 我們房間很漂亮耶 而且就很有紐西蘭人家的感覺 這裡應該就是紐西蘭人的家 有一個雙人床 還有一個書桌 而且這左右空間好大喔 我們先去吃東西 走 好 那我們現在在 Omaru的 B&B 它這裡就是 當地人的家 它改成B&B這樣子 然後有一間一間的 然後廁所是共用的這樣子 然後它這裡 它這裡就有一個大大的客廳 Play Room在這裡 我們現在在這裡吃晚餐 那我們吃著麥當勞 因為我們看完小蘭妃之後 就太晚了 沒東西吃了 就只剩下麥當勞給我開 它這間B&B很可愛 就是裝飾都很溫馨 這樣子 然後也有廚房 今天在開箱給大家看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要去砍那個小蘭妃的話 一定要吃飯 對 一天填飽肚子 吃了晚餐之後 等天黑了 再去看那個7月 應該是說我們在這邊 它天黑的時間 都很不一樣的 如果冬天的話 天黑會比較早一點 對 像我們現在春天的話 天黑就熱 夏天可能有更晚 那就是以自己來的季節 來去安排說 要先吃飯 還是之後再吃 這樣子 對 可是如果還沒天黑的話 也是可以看到海報 躺在那邊 很想看海報的話 也是可以去 那我們這間美術 我覺得我蠻喜歡的 明天再開箱給大家看 來 我們來 早安 我們現在早上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在一個B&B 這裡就有一個大空間的客廳 我們昨天晚上就在這裡吃飯 看到海景的魚 就是汽油爬上來的海邊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小空間 這裡還有按摩椅 然後這裡景觀 這小空間是很舒服的小空間 而且它這邊還有讓人可以打坐遊 看書 這樣子 那Omolu這個地方 主要來旅遊的人 就是來看企鵝 所以海部很多東西 都是有企鵝的裝飾 接下來在另外一區呢 就是他們的廚房 這裡就是他的廚房區 那該有的廚房設備 他們這邊都有 像是烤箱啊 微波爐啊 然後 然後各種餐具啊 還有這邊都有 這裡還有個大烤箱 跟電視的 然後它這邊有 sure food drink 超多 然後這個呢 是讓我們可以 我們自己買東西 買回來冰的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離開我們昨天晚上做的B&B了 然後我們現在會在Omolu這個小鎮逛一下 然後就會慢慢開往紀錄層的方向 好 走 好 好我們現在在這個Omolu最主要這條道路上面 那它這邊呢 它是四線道 兩線道的單行 跟另外兩線道的單行 對 那這條路上面呢 就有很多像是逛街的地方 像是超市 像是farmacy 然後還有一些景點 像是那邊有個教堂 那來到這邊除了可以看到契爾之外呢 它這邊的建築呢 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 那算是歷史的街區 這裡也是在紐西蘭少數保存良好的 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 那Omolu呢 它在19世紀的時候 它是非常繁榮的 它是紐西蘭南島主要的一個出口碼頭 然後它這邊也是個掏金的熱地 然後你看我們昨天去那個海邊啊 就可以看到它那邊石灰岩 石灰岩山繁榮 對 所以在紐西蘭全國 大部分的石灰岩 都是從這裡來的 那大家來Omolu這邊逛逛 大家都會來這一區 這一區呢 就是有逛街的地方 然後像是類似到我們老神區這樣 維多利亞時風格的老神區 對 那這裡有一間Scout 它這個是賣精釀啤酒的地方 那它這邊也有賣餐點 那如果說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來這邊試試看 然後像這邊就很多一些拍照點 各處都是拍照點的地方 其實這還是很漂亮 很多人來這邊會在這個橋上面拍照 然後或者是跟這些東西拍照 這些像機器人 然後或者是這個 哇這個海好美喔 這海的顏色好不真實啊 真的 很藍欸 原來是騎的 那邊也是 那邊也是 這裡啊 Mountain Cook 它這邊就從紐西蘭的東岸 它騎到西岸去 好嗎? 不知道 Finish到哪裡 對 這是出發點 所以紐西蘭的約起約這邊 好 約起來 沒有拍照點 騎腳踏車來 然後拍照 騎完了之後呢 在這邊拍照的地方 哇 這裡的沙灘好漂亮喔 你看 這裡可以下去耶 騎兒會爬上來的沙灘嗎 沒有可能 對 我們昨天晚上就是在這邊 然後騎兒呢 就會沿著這個石頭 他們就這樣爬上來 哇 這個海顏色好美喔 超美的 現在海邊的這間咖啡廳 叫格類 約起咖啡廳 對 你看 好髒喔 好髒喔 每次約起大家 就在這裡看海就好 不用騎這樣 嗯 它這邊逛街的地方 都是在這種 我也好吃裡面 嗯 鐵皮屋是不是 以前坐船的吧 造船的 你看 這間 除了資訊室外 它還可以去租建你的傳統服飾 好可愛喔 哈哈 你看這裡 它這裡叫一個腳踏車 它這個叫Psycho Journeys 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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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一個 很久很久以前的腳踏車 那為什麼以前這樣設計嗎 因為他們 那時候設計 他們認為說 大輪圈 可以讓你的腳踏車騎更快 所以 才這樣 所以才這樣設計 但後來呢 就發現說 自從腳踏車比較危險 對 後來才慢慢開 路線 Trial的路線啊 我們這就是起點啊 在這裡 對 可以騎這條路線 對 你看最遠是騎到Monten Cook 吧 而且要Tekabo 所以它這邊呢 是cycleway only 然後這邊也有一小段是有車子 對 喜歡腳踏車之後來這種地方 真的是會覺得很酷 欸 我剛好水溫都丟了 你看那個美麗達的車子 這裡有個Tour啦 保姆車啊 美麗 你看這種杯墊也超適合我們的啊 對 好可愛 嗯 你看小心一點 我看他們以前 我看他們以前要騎這個腳踏車 真的也是用個梯子上去 真的假的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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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